我可以把这个录音交给你 在必要时可以证明它的清白 志正 你长吻你怎么不进去说啊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吧 好 女神 最近医院有一些关于朱医生的风言风语 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竟然是风言风语 她也不会在意的 可是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几天朦朦的父母每天来我们医院道 不是也是你所使的 你别胡说 那个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帮人家介绍了个律师 我看人家没了孩子可怜 为他打包平 伸张症有什么错 对不起 云深 我现在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但这毕竟涉及到我妈妈 我不用保险之志 我理解她 谢谢 你愿意把这个给我听 解放不容易 我知道朱医生现在处境很为难 我可以把这个录音交给你 在必要时可以证明她的清白 我还有事 我先回医院了 好 谢谢 拜拜 来 王律师 傅先生到了 傅先生 你好 王律师 你好 请 请坐 傅先生来找我 是什么样的案子 我想和你聊聊 萌萌家的医疗诉讼案 傅先生 您是被告的女士 被告的家属 那你想和我聊什么 聘请你的人 当你是谁 自然是患者的家属啊 王律师 我已经打听过了 你是医疗诉讼案的专家 收费很贵 你萌萌父母家的经济状况 也根本亲不起你 傅先生 这是我当事人的隐私 和本案无关 恕我无可分更 我还有事 适配了 王律师 可能这个事情我 老板 萌萌家的地址 我打听到了 把你背信上了 好